我们从国民党最重要的这个智库 叫做国政研究 财团团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就是国策委 这是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智库 国民党最重要的智库最新的一个 有关ECFA的一个评估报告 它这边评估什么 扩大中国大陆农产品进口这可行性 扩大中国农产品进口到台湾来的这个可行性 结论 结论 在它的第四点结论 这个可以大家上网去把它调出来 这个结论上面说 政府承诺两岸下签ECFA后 不会扩大开放中国农产品进口 也表示现阶段并不会谈到农产品的议题 农业议题 但长期下来 能须考虑到与其他国家签署 FTA 与其他弱势产业开放的这个问题 可能必须对中国大陆 美国或其他这个国家采取农产品进口降低关税 或开放部分农产品之措施 很清楚啊 国民党的最终 ECFA最终的这个 所谓两岸的这个经贸的这个政策 就是要开放农产品啊 除非这个智库啊 最后像有一些官员啊 不得这个上层的意识啊 要持官啊 的这种情况 否则的话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开户啊 智库竟竟然现在已经党改 公然在网络上说 最终就是要开放中国的农产品啊 那那你说民进党还能够有什么样 跟国民党妥协的空间 民进党在立法院这边啊 人数少 但是我们希望 预置不要啊 这个让国民党一大哦 强推太多损及国家利益 伤害人民的这个法案 甚至这些法案这些政策 是永久性的伤害 是不可逆转的伤害 永久性的伤害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也呼吁人民 必须要站住来 必须要站起来